我国第一款飞行车原型预计今年年底出炉 并且有望明年可以试飞 企业家发展部长都斯里莫号莫里端透露 飞行车面试后将吉隆坡前往槟城的时间 缩短至一个小时 目前企业部与交通部等单位 正着手拟定飞行车指南和申请执照政策 李端今早在国会下议院重申 政府无需为飞行车计划支付一分一毫 也不需要承担亏损风险 巫统领贸国会议员打趣的向部长提问 什么时候可以见证李端乘搭飞行车 部长表明飞行车原型估计年底就能面试 还能容纳两到三名乘客 李端希望自己可以在2020年乘搭飞行车 见证国家科技发展大跃进 同时企业部交通部与各机构将会拟定飞行车的措施 指南和申请执照政策 目前政府正在探讨两种飞行车技术 分别是超级无人机科技 以及类似电动飞行车的新型科技 这些技术来自于欧洲 当局还在考虑是否引进技术 发展飞行车领域 企业部预计明年第三季度是非新型飞行车 八度空间陈欣怡国会大厦报导